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留言让我说一下 关于杂粮手擀面 到底该怎么配面 如何和面 该加多少水 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 先说一下材料 这里是高筋面粉 150克 这个蛋白质含量在11左右 然后准备小米粉50克 这种粗凉面粉千万不要加多了 加多了它颗粒越大 咱们做出来容易断 最好的比例是2比1 这样最合适 然后还需要加上2克盐 来增加面的筋骨 然后再加上一些油 主要是让面筋变得松弛 这样面的拉扯能力就会变强 然后加水这一步呢 大家要注意 高筋面粉它的吸水能力还是比较强 所以咱们加水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多一点 咱们今天200克面粉 加上至110克水 如果咱们用的是中筋粉 这时候的水量就在90克 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团才能更容易出现筋道 如果用中筋粉和出来的面团比较偏软 咱们放一会儿呢 它很容易粘在一块 很容易坨 所以这个面团呢 要稍微偏硬一点 比较好 然后和面这一块 大家只需要注意 用的是高筋粉 然后每次加的水都要搅匀 全部搅成面絮 让水分保持均匀 再揉成面团 这样咱们和好的面 它里面不夹杂干粉 然后就不会影响筋道 揉好的面团还是同样的要求 水分匀 没有干粉 然后包起来饧面 这一次饧面五分钟就可以 五分钟之后 咱们拿出来揉一下 因为这个高筋粉的均性比较高 如果说你只揉一次 直接来做呢 很难赶开 所以呢 咱们多饧几次面 稍微收拾一下 让这个面团变得更整洁 干净 这时候的面团就会比较紧致 很容易出筋道 咱们这个时候再包起来 松弛 这个时间呢 半个小时 之前面所说的 高筋面粉的筋性比较大 如果说不够放松 咱们这时候来擀 非常不容易 只有充分的把面 醒足 醒好 咱们再来擀 自然就擀得又大又薄 用好的面团 稍微收拾一下 收拾圆 按扁 直接用这种擀面杖 这种擀面杖呢 一定要用粗的 这样才好使力 你擀的时候力道更匀 刚开始擀的这个面皮呢 稍微偏大一点 因为这个擀面杖比较粗 咱们要把它卷上去呢 一定要稍微大一点 这样才能擀得匀 也就是撒干粉的时候 一定要多撒 卷好以后 直接向前推 推的时候呢 就从中间开始 慢慢往两边走 往后面拿的时候呢 整个的拿到后面去 不要拿住两边 也就是说 咱们卷的这个部分呢 千万不能让它松下来 直到把这个面 稍微擀得薄一点 再摊开 摊开之后 哪里厚 咱们从哪里卷 比如说旁边厚了 咱们就从厚的地方开始卷 这样你再擀 就能擀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匀的 如果说你单从一方面擀 很多地方你擀不匀 有的厚 有的薄 当然摊开之后 干粉还是不能少 每个地方都要撒到 这样你又能擀薄 又不会粘到一块 再次卷的时候 还是哪里厚 咱们把手按在哪里 然后后拉的时候 要保持紧致 不要让它松 像这样的动作 咱们重复三到四次 就可以 这时候擀好的面 厚度 基本上差不多 不过大家要记住 手工面呢 一定不能擀得太薄 稍微有一点厚度 如果哪里偏厚 可以用小擀面杖 再走两下 也是没问题的 擀好的面皮 咱们像这样给它叠到一块 到这里基本上就完成了 咱们做扎两手工面 最关键的是 面的配比 和面的水量 那就是一定要根据 选择面粉的筋度不同 来加水 然后像这样折叠好之后 一定要注意中间撒干粉 如果不撒的话 咱们切开很容易拿不开 接下来切面就比较简单 咱们像平常切菜一样 切开之后 咱们像这样给它抖一抖 抖散 让里面的干粉比较匀 这样就不容易粘 做手工面呢 最好是现做现吃 就是切好之后直接下锅 这时候的口感才会更好 如果说你放一段时间 这个面筋一旦松弛 肯定就不好吃了 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忙点个关注 点个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